新宿古裝劇 後宮甄嬛傳播出好多年 之前買下版權的電視台 其實近三年 他們都會在春節期間 馬拉松是24小時的不間斷播出 甚至之前同時收看人數 都有衝到一萬多人 兩萬多人 說今年目標是三萬人 只是有一個片段 現在說很多的網友都連續 希望能夠把它跳過 是甘露寺這個劇情 說之前只要播到這裡的時候 這個直播觀看數就會直接往下墜 這邊是這個主角們 他們在談感情戲的部分 那這裡是演什麼呢 說是劇中的女主角 甄嬛最低潮的時候 變成戲妃出宮到廟裡修行 那電視台小編有回應 他說捍衛生存權 請網友放過甘露寺 甚至有人是自己算出 說今年甘露寺 差不多是在2月8號的半夜播出 大家可以好好睡一覺 你猜猜你猜猜 你猜猜你猜猜 每次過年啊 皇上這樣仰臥起坐了幾次 只要大過年的 有電視台必定 馬拉松24小時不間斷的重播甘嬛傳 每次收視最高的呢 皇上 這水有問題 是滴血認清 是皇上駕崩 收視最差的呢 是甘嬛變成棄飛 出宮去了甘露寺 因為啊那是他人生的最低潮 甘嬛變成了丫鬟 他得跪地上擦地 他從乙梅園逆風如解液 變成凌雲風的大風雪中不知倒地 觀眾們不能忍 紛紛上告起命 今年重播的馬拉松甘嬛傳 請直接跳過甘露寺好嗎 因為去年一波甘露寺的橋段啊 在線觀看直接掉了兩萬 一直到 西非回宮 大家這才都回來了 回來看大女主甘嬛 臉書希望電視臺行行好 剪掉好不好 沒想到電視臺回了 不好不好 饒了甘露寺好不好 甘露寺錯了嗎 甘露寺的存在是聊天室啊 其實啊甘嬛傳兩岸電視重播 超過了十次 觀眾呢不只用眼睛看 還用顯微鏡看 你看你看 緩緩的假睫毛飛起來了 沒年好 三二哥又長高了 都成年了還長高 每重播一次就長高一次 大清巨人是三阿哥 安玲蓉第一次事情裹上了被子 觀眾們有多餓 說墨西哥雞肉卷來了 年輕的時候 誰不是容色青城 聊天室的觀眾一起大喊 對不起我不是 正滿出螢幕的瘋狂啊 沒有你何來今日的甄嬛 如果今日有甄嬛 要我轉台啊 真難 真氣做不到 華視新聞畫面會方啟年 台報道 哈囉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